就是刚好同学问到 就是 他的工作里面 没有那么单纯 因为这三个月 每个月份都有资料 那可是有一些工作里面 刚好有一个月份是完全没资料 有一个月份呢 可能只有一笔资料 那一笔资料的话 如果完全没资料 当然假设下 你根本就不可能用砍 就根本不要就砍出 去不像又像一下 因为根本不用选了 直接就跳过 因为这个月份没有资料 就不用合并了 那如果说像三月份 如果只有一笔的话 比如说只有一笔资料 像底下这没有 那你就只能这样 Ctrl Shift向右 不能再向下 因为向下是怎样 就不对了 所以你要判断说 到底这个资料里面有几笔 如果没有资料 那就不去做任何事 如果一笔的话 那就是怎样 只要Ctrl Shift向右 就复制了 那如果是多笔 才是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所以会有三种逻辑 那这个问题 刚好 其实 有蛮多同学 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 他有寄一个饭本给我 我想说 这个饭本好像不错 我就问他说 可以不可以借给我 然后我来当demo 后来他就说OK 那我就在云端白板上面 如果更有兴趣的话 在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类就是其他补充范例 里面有个进阶 进阶里面有这个104年的捐款名系的范例题 这一题刚好就完全 match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刚好有三个逻辑 而且刚好他的问题 跟你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刚刚问的 我马上就知道你在问什么了 因为好像大部分同学 遇到的问题都一样 所以怎么写啊 基本上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100捐款 它有1到12月份 那有1月份一笔 2月份一笔 这个是2笔 这2笔 反正有的多有的少 这个还有3笔的 然后12月份没有 所以没有那就不用合并 所以这个是总表 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应该懂那个逻辑 那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把前面12个月份的资料 全部帮我合并进来 OK按下去 全部完成 当然旁边有个清除 反正这个清除是可有可无 那你会发现 如果它怎么样 有资料就带过 没资料就跳过去 OK 所以基本上我看一下这里面 没有啦 应该这个刚刚12月份 其实是躲在这里 没有没有 这个是1笔 这是1笔 那如果我把这个删掉 看会不会OK 假设这2笔 12月份如果没有的话 卡住了 那表示我这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跟正应 不是卡住了 我再次 因为刚刚切到12月份 12月份 卡在12 所以 不过12月 它处理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出问题是卡 所以应该要删 前面的工作表 看它会继续往下 没关系 反正这个程式可以改 OK 好 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程式怎么撰写 这个有放在云端上面 看一下 这个地方一样 就是切到总表 的A2 对不对 那4回圈 一样是for i等1到 去的减1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这边有个NAS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多一个就是处理三种逻辑 一个是没资料 一个是一笔资料 一个是多笔资料 OK 那第一个我先抓到什么 抓到R 那这个R实际上就是说 会切到每个工作表 的那个A2 A2这个储存格 Ctrl向下一下 如果是停在那个什么 回来是3的话 那表示一笔资料 如果停在4以后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停在4 Ctrl向下 那就是4 所以如果说3就是一笔 然后大于3的话 那就多比 那有一种可能性 像12 12如果是Ctrl向下 它还是停在什么 停在3的位置 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没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判断 我看一下 我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如果他等于 那我用A3等于空的 我看A3是他这里面是不是空的 里面是空的啊 那表示他应该会被跳过才对啊 对啊老师 因为你那个清除的时候 你用那个Clear Contents 而不是用Clear 用Clear的话 是连格式什么都没有 对啊 可是 如果判断是空置串啊 空置串Clear就可以了 Clear Contents 不 Clear Contents就可以了 Clear Contents 其实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清掉 这个地方的话 没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追一下应该还OK 这里的话 理论上他应该会跑 这边是个中断 假设我们假设用第一个来做除错 这一笔没有好了 比如一月份没有的话 我们试一下 理论上这个我之前有试过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For i 等于1 现在是第一月份对吧 然后游标先放在A3 也没错 然后R的话呢 是3 因为他如果没资料 好像还是停在3 那确定一下那个 诶 它是不是等于空的 如果是的话 我做什么 GoTo 我这边有个叙述叫GoTo GoTo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让程式呢 移动到某一个标签 那特别注意哦 GoTo的叙述意思是说 我程式可以自由的移动到 哪个标签 诶 NoData 其实NoData就是这个标签 那程式会怎么样 直接就跳到这里来了 底下的事情就什么都不做了 OK 所以这个标签还蛮好用的 意思是说 反正没资料了 那我后面什么 Ctrl 去不向右向下 全部都不用了 也不用复制了 什么时候都不用 跳过就对了 OK 所以我就跳到这里 没错啊 那就换下一个了 那可以啊 然后二月的话 有啊 一笔有没有 所以他判断到 他这个R是3 所以他就选 选什么 选一笔 选一笔而已 然后复制 贴到什么 贴到总表去 贴上 OK 那换下一个 那为什么12不行 12的话 再来就 这个再看看 理论上 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可以整合到 才对啦 那细节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可以自己 稍微看一下 我是把这个 範例是放在 那个捐款明细里面 那这个有个範例档 然后另外程式码在这里 基本上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三种逻辑 至于12月份 为什么他会出错 这个可能再追一下 程式好了 理论上应该是 他会跳no data 才对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 帮我们把 那个每个月份的东西 全部都汇整到 一个总表里面 试一下 如果这样 假设有资料 把它全部整合一下 OK 这边把他 干脆全部执行一下好了 刚刚就delete OK 清楚 好 整合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其实大概程式 跟刚刚的那个程式 差异性不大 最重要的差别 在这个逻辑 多重逻辑 前面好像 我们有讲过 if elseif else 三重逻辑 OK 好 那这一题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刚好有同学问到 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回头再来看 刚刚的那个 有关我们的问题是 刚刚还没 还没讲 讲完的这个部分 就是有关 标准日期格式 那这个怎么做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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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